光丰农会从7月15号 政府三倍券开卖开始 同步展开了 农会超市三倍券 加码回馈大奖的活动 地方乡亲的反应热烈 加码优惠活动 8月底告一段落后 农会也特别在网络直播抽奖 送出了包括 1万元的农会礼券 以及4台液晶电视等 上百个大小奖项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 也呼吁中奖者 尽快来到超市领取 大大的摸彩箱里摸彩券大爆满 农会超市主管 从中抽出获奖的幸运儿 现场气氛热烈 政府三倍券7月15号开卖 光丰地区农会同步在光复 以及丰冰两家农会超市 展开三倍券加码回馈 送大奖的活动 历经一个半月的活动 在8月底购一段落 农会也特别在网络直播进行公开抽奖 现在夜进入 光丰地区农会 三倍券加码回馈活动 除了购物满额 就先行免费获得一包洗衣精 或者一串卫生纸之外 也有机会参加抽奖 活动一推出 地方乡亲民众反应热烈 莫彩箱几乎是天天大爆满 8月底活动结束后 农会在这一周由各主管轮流抽出幸运儿 不少乡亲民众也都到场参加 这次的奖项 头奖是我们的农会超市礼券 一万元 二奖是我们的农会超市 五千元 三奖是我们农会超市礼券 一千元 还有四奖是我们的十名 十名 这是我们富田白米 十二公斤的各一包 包括一万元 五千元礼券 以及四台液晶电视 富田白米等等 近百个大小奖项 都已顺利抽出 农会除了将得奖名单公布在超市 也会另行电话通知每一位中奖者 总共是张明发 感谢乡亲民众的支持 也呼吁中奖者 从即日起到9月30号为止 记得带原校被发票 及证明文件来对讲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